英雄联盟11周年庆刚刚过去没多久 咱们LPL也有了长达9年的历史 无论你是哪一年开始关注英雄联盟赛时 想必LPL一定给你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我们是LPL战略小黑板 这是一期杂谈节目 谈谈我们眼中的LPL9年赛事 江苏泰仓是LPL梦的开始 LPL第一个场馆就坐落于泰仓的工业园区 当时被很多观众戏成为泰仓仓库 但Kid和米勒都曾经说过 在泰仓的那段日子是最快乐的 那里有他们对电子竞技最原始的热爱 2013年开始的LPL很有意思 在S3之前 国内双雄是WE和IG 第一届LPL见证了改朝换代 老牌强队开始没落 黑暗市里OMG登场 夺下了LPL首届冠军 不过第一年的LPL从各个方面来说 跟现在基本成熟的联赛体系相比 很多地方都是略显奇葩 既没有专业的解说和选手形象管理 也没有特别完善的OB观赛系统 为什么会如此简陋呢 很简单 预算不足 当时赞助LPL的品牌不多 以外市场商为主 更没有像如今这样 完整的赞助席位 用如今的眼光去看 赛制也是挺抽象的 常规赛采用BO1赛制 季后赛只有决赛是BO5 其他都是BO3 更奇怪的是 第一届LPL春夏季后赛的成绩 影响不到世界赛 S3全球总决赛 中国地区的预选赛 由LPL春夏常规赛 排名前2的OMG IG 黄竹和PE参加 这个系列赛中 黄竹上演了一日九战的奇迹 夺下了LPL一号种子 锁定S3全球总决赛 八强席位 当时LPL的时间线 也是有点奇怪的 2013年9月1号 打完夏季赛常规赛 9月7号和8号 打区域预选赛 直到世界赛结束后的 11月20号 夏季赛季后赛次开打 夏季冠军PE 不能说和世界赛毫无关系 只能说井水不犯河水 但是第一届LPL的成功举办 对于英雄联盟电子 经济的发展来说 依旧是一场里程碑式的突破 从2014年开始 LPL从初创期的懵懂 走向发展探索的道路 扩军改赛制 选手开始有了形象管理 不会再有人调侃民工队 选手的形象气质 有了极大的改善 不过发展探索 也是会踩坑的 S4和S5的常规赛 都是BOR赛制 这个赛制是毁于参半的 好的地方在于 BOR确保了常规赛 做到了尽可能的公平 对战双方一定是一局红 一局蓝 无论是BP策略 红蓝方的地图差异 都不会成为影响比赛的 最大因素 在一段时间内 这种BOR的赛制 甚至被称为 全世界最合理的赛制 至于平局嘛 官方则会采访 赢下最后一场比赛的选手 AJ除外 毕竟盖伦都选出来了 不安排一个采访过不去 一开始 观众们还能接受这种赛制 毕竟2014年的时候 LPL只有8个队伍 然而在BOR赛制 实行两年之后 弊端开始显现 2015年 LPL队伍已经来到12支 同时联赛的水平差距 不会特别大 拼局大量出现 这种感觉就像 看书看到了一半 没下文了 而这种赛制 也很难让人去定义 一个队伍的强弱 以2015年 LPL夏季赛为例 真正算得上 联赛霸主的EDG 战绩是14胜 6平 2负 然而全联盟有多达10个队伍 拿到了10个以上的平局 由此带来了一个疑问 排行榜真的能直观体现出 一个队伍的强弱吗 比如排行榜第二的QG 有多达14个平局 整体胜率当然不低 但统治力似乎不太够 而垫底的King战队 同样有14个平局 人员配置看起来也不差 如果赛制改为BO3的话 这些平局最终都会有结果 说不定联赛的整个格局 会有很大的改变 除此以外 LPL也曾效仿 OGN搞盲选局 2014年春节才季后赛 LPL迄今为止 唯一一次采用盲选局 不过这是变种盲选局 就算BO3打到最后一局 也是盲选 这个系列赛也是很有意思的 当时IG第一轮盲选局 亮出卡萨丁 潘森加天使的大招 战胜OMG 可惜到了决赛 EDG暗死了卡萨丁和天使 IG遗憾输掉对决 如果说BO2的模式 是相对公平 不够精彩 那么盲选局精彩倒是很精彩 但弱坏了战术上的对抗 更考验一些队伍 对于版本答案的熟练度 没有办法通过BP扬长臂短 这两种赛制 都是LPL在发展探索过程中 不可避免踩到的坑 这些经验 也是LPL后续发展的宝贵财富 这两年间 LPL也给观众们 留下来很多印象深刻的地方 新军EDG连续夺下三个联赛冠军 2015年春夏之交的LPL 给了观众太多惊喜 在LPL战绩几乎垫底的WE 初步组成WE2.0的班底 在IEM上大昏一台 接连挑逻CG和EG Tiger进入决赛 向世人宣告 对不起 比我强的还有11个 紧接着春季赛结束后 EDG在塔拉哈西带来那场蓝色的雨 更是让LPL一扫此前的恐含阴霾 想让LPL队伍 问你S赛冠军的宝座 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LPL对于赛制的探索 EDG完成了建立 猪狗大战的开端 WE2.0的折服 数个良心寒员 在LPL的沉淀拼搏与奋斗 都在悄然改变着这个赛区 发展探索的同时 拥有着无限可能 一切的萌芽都在此时破图而出 这是电子经济最好的时代 没有之意 如果说LPL前四年 是从初创的懵懂时期 则将发展探索 其中踩过坑 也见证过其他赛区的经验 那么后面这几年 则是LPL真正走出了自己的路子 在此之前 赞助LPL的 大多都是一些外设品牌 或者说和电竞 游戏密切相关的品牌 而那些耳熟能详的传统大品牌 是很少的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所以有很多人说 电子竞技 只是一场年轻人小众圈子也的狂欢 再加上历经S5 S6两年世界赛的惨败 此时国内逐渐开始畅衰LPL 但电子竞技本身就是奇迹的代名词 在没有人看好的时候 恰恰就是它迸发无限潜力的时候 不断突破自我 以无畏的精神 大胆尝试的LPL开启了联盟化 这或许是LPL历史上 最重要的一次探索和改革 玩家们迎来了全新的LPL 而LPL也迎来了他的首席合作伙伴 梅塞德斯·奔驰 奔驰对LPL这份无畏之魂感同身受 写手英雄联盟赛事 已经走过6年 至此LPL的商业化逐步走向正轨 联盟越来越专业 奔驰作为引领者功不可没 随着电竞热潮席减全球 心会闪耀在每一个重要赛场的舞台 不得不佩服奔驰的眼光 除了改革上的创新 其实LPL内部的发展也有着一些创新 这几年LPL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团结二次 而正是LPL的团结一新 掀开了抗寒登顶的序幕 2017年州计赛之前 外界一直在怀疑 LPL是否还拥有顶级赛区的实力 到了现场 LMS的观众 不仅没有给予LPL战队鼓励和支持 半决赛 LPL甚至要与LMS打满五局 才能晋级决赛 很多人都以为 决赛LPL与LCK的对决 将会是以LPL战队惨败的收场 不少人甚至由于LPL在小组赛 和半决赛的表现 甚至就已经放弃翻看决赛 赛前LCK教练组 一致认为这种比分会是3比0 KT教练这些说 输了我就游回去 LPL呢 据诺费所说 红米起了一个头 他说 周济赛这个比赛 我们都想赢 现在我们觉得版本哪些重要 敞开来讲好吗 虽然我们回到LPL之后又是敌人 但我们先把比赛赢下来 之后的事情再说 彼时的红米并不知道 他这一创新性的举动 在此后给LPL带来了 多么深远的影响 LPL教练团彻夜合作讨论战术 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田济赛马战术 成为了LPL决赛的应对手段 几大教练通过合作 讨论 完美预测到了LCK的出场顺序 当时LPL的队伍 分别是WE RNG EDG 和OMG LCK则是SKT KT SSG 和MVP 而MVP是韩国这边公认的下等码 谁上都能捏一连 LCK想3比0的话 绝对不会把MVP放在前面 SKT是LCK的必胜杀手锏 也不会第一轮上 这个时候LPL教练团猜的时候 LCK第一轮会放状态正家的SSG 拿个开门红 于是LPL决定让EDG上场 应对SSG EDG在赢下比赛之后 LCK必然会派SKT上场稳定军心 再由WE硬啃SKT 最后能创造更多可能的OMG 再跟KT捧 赢了血赚 输了不亏 毕竟最后RNG打MVP 有九成胜率 基于这种安排之下 第一个上场的EDG 一定要赢下对局 后面的假设才会成立 EDG顶着巨大压力 拿下手局 第二个出场的WE 硬啃SKT 957是怎么用皇子 三分钟敲出忽宁武器TP 成为未解之谜 为所欲为体系 先犯SKT 两场硬仗打下来之后 后面的剧情 基本跟LPL教练团 想的一模一样 直接把KT教练 送去海里锻炼身体 这是跨过S5和S6 黑暗时代的第一束曙光 LPL第一次吹起反攻号角 崛起已然势不可挡 这种团结的行为 也对后续有一系列先远影响 S7全球总决赛开始之前 官方组织了15人的陪练团 按LPL赛区 也在家门口举办的S7 有两支战队晋级四强 尽管最后没有在鸟巢完成会师 但总体氛围都不算太悲观 那一句今年四强 明年亚军 后年夺冠 也成为了所有LPL观众的新生 值得一提的是 S7陪练团名单共有15人 其中有8人 分别夺下了S8和S9全球总决赛的冠军 这么一算 似乎红米教练 又能算上三分之一的功劳 再比如S10全球总决赛期间 LPL也组织了陪练团 散装WE WEG和EDG全队都参与其中 而当时的训练赛之王EDG 在去年四强作为LPL的独苗 最后也成功连展LCK两个大将 夺得冠军 所以说 LPL的陪练团真的是有点说法的 这么多年比赛看而来 有一种与LPL共同成长的感觉 由太多的战队和太多的选手 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感动 他们也在LPL 乃至电子竞技的历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LPL九年的发展 从来没有安于现状 每一次的突破 都让LPL的世界 卷起千层深浪 四年三冠 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赛区 那群不被人理解的少年 最终得到了证明 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 那群惦惦少年不断突破极限 面对强敌 无畏之心创造奇迹 无畏之心让每个人 都有成为英雄的可能 为热爱坚持 为梦想助力 六年来 陪伴LPL在世界赛舞台 见证荣耀的不离不弃 在梅塞德斯奔驰的陪伴下 希望LPL四支出登战队 不惧非议 不惧挑战 向荣耀发起冲击 拿下LPL的第四个冠军 为你巅峰破戒